桌上數十支智慧型手機 筆記型電腦 遠端監視器 隨身碟等 全都是警方查扣物證 刑事局破獲一起網路詐騙案 嫌犯利用通訊軟體設立假帳號 以網路化名製造戀愛機會取得信任後 誘騙被害人投資 警方鎖定詐騙機房 當場逮捕九名嫌犯 經出過的偵訊 這個詐騙機房的成員的手法 稀透過微信和探探這些通訊軟體 來創立一個假的帳號 並且以化名的方式 跟在美國的華人 就是被害人 來營造談戀愛的感覺 是被害人取得信任之後 再而徵 需要切錢來投資 我們有誘騙被害人 提供金錢參加來投資 再由第二線的成員 提供境外的帳戶 將被害的款項規築之後 最後再由我們車手集團 來將相關詐騙的款項來提領 由於本案在疫情期間 全國屬於第三級的警戒 那肆內群聚不得超過五個以上 這個詐騙機房成員共計有九人 嚴重違反我們相關防疫的規定 本局會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規定 來請相關的主管機關來做採訪 警方呼籲國人使用網路交友社群軟體 需小心謹慎 才不會賠錢又傷心 記者綜合報導 新視頻imagino5月17日 有提供的大學 後來都規捕 都規定